关心劳工安全相关的防护措施真的不可以敷衍了事 根据高雄市劳动检查处的统计资料 去年108年的重大直灾一共造成了38个人死亡 其中又以营造业最多 而发生灾害的类型以坠落和滚落最常见 因此将列为今年度重要的宣导和集合项目 希望保障劳工朋友的安全 根据高雄市劳检署的统计108年 共接获862件的公安意外通报案件 其中营造业和制造业位居前两名 造成重大直灾一共夺走38条劳工保卫的性命 尤其是营造业一年就有16人丧命值得重视 其中最高的行业别人是以营造业为最多 灾害类型的部分以这个坠落滚落 总共有20个人发生 坠落滚落的一些这个护栏或安全网的一个设置是不够的 那设置不够的原因呢 大概就是第一个他没有设置 或第二个他已经设置为了临时的作业把它拆开 又没有马上护原 是发生的比例最高 那也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检查重点 老检柱进一步分析重大直灾意外发生的类型 主要集中在从高处坠落和滚落 往往造成人命无法挽救的惨剧 因此将列为今年度重要的公安宣导业务 透过多种面向的一个辅导 包括我们参加世界单位的这个安全卫生委员会 那我们也办了道府宣导新社工厂的一个宣导辅导 我们去年也办了401个场次 那检查的部分呢 我们也做了20111场次的一个检查 那这个目的呢 我们透过不管是动态或静态的一个宣导辅导检查 来提醒世界单位提醒雇主把这个安全卫生的设施把它做好 那以保障劳工的一个作业安全 为了加强宣导防灾的重要性 老检柱今年除了办理各项动静态的公安教育训练和宣导活动之外 也将不定期前往各事业单位和工地稽查 希望督促高风险事业单位落实劳工安全卫生教育训练 扩大防灾成效 记者李正道黄兰军高雄报道